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你好 不如和你谈谈TCL系的股份 先跟进2618TCL通讯 暂时就出刑警,但股价都可以靠找到 正在升价2千,报3.77 另一只股份,1070TCL当媒体 真是被下载 暂时股价方面跌超过一成 最新报价是3.66 亦都看到刑警的消息 但似乎是多媒体有刑起 一个刑警,一个刑起 如何分析相关内容 厌格来说,两者都同样发出刑警 但在盈利能力方面,两者有个不同 TCL多媒体在刑警当中 今年来说,最主要的盈利未能达标 但今年上半年来说 相信的确没错 TCL多媒体,即是1070 今年来说,应该都有盈利能力 即是未至于发生一个亏损的情况 反而2618,在刑警当中也有提及到 今年上半年,亏损仍然会持续 整体而言,上半年仍然会有亏损 未有盈利贡献 但是,看两者的分别 或者看到股价 反而在亏损那间,股价是靠稳 反而仍然有盈利那间 即是TCL多媒体,1070 股价反而下跌了 主要原因就是看实际上 刑警内容,其实看TCL通讯 即是2618 始终今年来说,大家都有留意到 手机相关的设备 或者是手机股,整体而言 非常强势,主要原因就是 智能手机的需求盈利非常大 这方面,无论是TCL通讯 或者另外一些 中国无线2369 这类型的股份 手机始终说,制造需求盈利 就特别大 特别看到,这些中低档的手机 需求增长是非常强劲的 所以在业务上 未必说太差 在刑警上也看到 2618提及到,今年来说 虽然上半年仍然有亏损 但看看TCL通讯2618 第一,第一季上 整体而言是有个亏损 亏损接近2.6亿人民币 但今次的刑警上也说到 第二季,其实有个盈利贡献 只是这个盈利贡献 未能够抵消 今年第一季的亏损 所以实际上,你在说基本因素 TCL通讯的确是有个转好的迹象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 TCL通讯,由去年的年中开始 就是积极地研发一些新的智能手机 的确论盈利能力来说 看回TCL通讯,的确是没触到无线做得那么好 因为他们在做智能手机的相关步伐上 的确是慢了 但是,就看回了 始终看到TCL通讯 的确开始推出一些智能手机 第一,是售市场欢迎 第二,看到第二季 都有个不错的表现 市场都在冲敬 其实始终这个行业是做得好一点 亦都在基本因素有条件上 做得好一点 所以就算出了盈 亦都没有对股价造成一个太大的负面影响 看回TCL通讯 看回整个股价走势都见到 其实现阶段 虽然今天发完迎景之后 没有大跌下来 但是走势都略为偏淡一点 见到都是欠缺一个上升动力 亦都见到由这些距离过来 有一条其实都见到 隐约见到一条是类似下降轨的阻力 所以后市来说,我觉得 一日未升穿4元 的确是难抱一个较大的冲景 至于比较关键的止涉位 可能就要看回 短炒的,留意3.6的位置跌穿 可能会试这条中期下降轨 至于中线投资者 如果真的进一步跌穿这条中期下降轨 我都建议先行指示离场 安娜先跟进多一点 就是26100方面的消息 刚刚你都分析了就是技术走势方面的情况 但刚刚听你说 就是说虽然就出了盈景 股价都可以靠找到 为什么呢? 因为都说到 就是他们积极推广着一些智能手机产品 而且销售量都非常之好 因为6月初他们都公布了 就是上月 就是在5月份来说 中端智能手机方面的一些情况 销售量就是升1.2倍 而情况也是创造一个历史新高 当时他们说到 5月份的中端一些销售电话来说 大幅增长就有120% 去到超过110万部 亦都占了他们集团5月份的总销量来说 有26% 创造一个历史新高 集团都说到 就是说这个强劲增长势头 在今年都可以延续 我想问一下 现在说到一些智能手机 他们的市占率在中国市场又是怎样呢? 而最大竞争最手来说又是哪个? 有什么公司要留意呢? 我想你要留意 其实内地的手机行业 的确是向好 特别看到一些中低档的手机 在TCL做的 本身可能一部手机 卖2000多元人民币 这类型的品牌 其实是非常多 包括常常提及到的 中兴通讯的ZTC ZTE 或者中国无线的Coupet 等等这些牌子 都是在这个档次竞争 所以未来他们面对着 有一个风险因素就是竞争是非常激烈 但是为什么你说今次出现刑警之后 对股价都有一个靠稳的迹象 就是在刑警当中 都提及到他们过往推出了一些新的智能手机 其实在TCL通讯这间公司 的确在研发或者是推广智能手机的过程当中 相对比较慢 是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开始就积极地推出一些新的智能手机 始终仍然在现阶段 还有一些旧式的传统手机 就是一些传统电话 来拖低他们的业务 但是你说看现阶段 他们都积极地转化一些做的智能手机 亦都见到智能手机的表现不错 其实见到 TCL通讯卖的TCL牌子电话 相对地在中端市场上 都是做一个较高档的路次 这方面都有利公司去扩展自己的毛利率 但是你说TCL通讯 的确这么多只手机股当中 自己觉得看回风险因素 的确相对地比较大 因为在价格上 的确如果论平的话 可能中国无线的COOPAC 甚至说ZTC 就是中兴通讯的电话 相对地可能会更加便宜 所以你说TCL通讯 的确没错 你说过往一年 特别由去年 2012年年中 开始 不断地投放一些研发成本 现阶段开始 慢慢见到有个修成的迹象 亦都见到第二季 都有提及到盈利 有个反弹的情况 虽然去年 上半年全年是有一个 亏损的情况 但相信未来来来说 很大的机会 会出现一个规短型的情况 特别在下半年有机会见到 但是你说论福建因素 的确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面对着开发成本 人工成本持续上升 我觉得这个板块 虽然可以看好 但仍然要相对比较审慎 始终有机会因素 成本的问题 首先就是研发成本 以及最基本的行政成本 包括租金或人工等等 好 我们也看看同系的另一只股份 1070TCL多媒体 一只天一只地 都见到他发了营兴 但反而股价跌很多下来 跌一成 看看一些营兴的内容 他们公布了 截至本年6月底止半年的情况 他们的LCD电视机的产量销售增长有接近两成一 也说到中国方面一些相关智能补贴的政策都完整 也不会延长 而这方面对公司的影响都大 说到会影响到他们国内电视机产品的销售结构 以及市场的需求 说集团会受到影响 我问一下阿铃斯 因为他们都说到他们的盈利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未达到他们的目标或预期 他们有什么预期 目标方面又去到哪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都分析说到 虽然取消了这些智能的补贴 但实际对于家电股或相关的股份 影响性又不是太大 但是为什么集团又出来这样说话 我看回TCL为什么股价跌得这么多 之前都提及到 就算发了刑警也好 TCL多媒体1070 其实今年上半年来说 仍然是有钱赚的 现在对你见到估值上面 现价是大约3.6这些位置 市盈率仍然有5倍 的确不是太贵 所以为什么跌那么多 最主要就是见到 今次自从6月份开始 停了智能家电的补贴政策之后 对于整个电视机行业 见到的影响性 的确是较预期中为大 主要原因是未来见到 预料到6月份 7月份 甚至接近第三季 可能电视机销售情况 真的会比想象中较差 因为你看回同业竞争 都是的 无论是TCL多媒体 或者创外数码 都是见到的 在5月份 他们的电视机销售 的确有个很强劲的增长 差不多按年升幅 接近四成甚至五成 而主要原因就是 我相信内地的一众消费者 见到 其实之前在5月初那段时间 都提出了 说会停止这个 智能家电补贴政策 而最终在5月中的时候 是相关政策落实了 亦都因此带动一众消费者 在补贴政策落实 完结之前 大力地去购买他们相关的加跌 令到5月份的销售 有个明显的大升在那 但是你就见到 在经过这一轮的购买力之后 去到6月份 你看回创围的电视机销量 都见到 6月份的电视机销量 是表现是近这一年历 最差的一次 都反映着 其实始终在说 智能家电政策补贴停了 市场都在购买力方面 见到初步有一个影响 我相信这个影响性 没有上次提及到的 始终在说 换电视机是一个大趋势 但是短期来说 可能在第三季上面 都会有一个影响 所以后市来说 我觉得这个版法 是要看得审慎一点的 你看回TGL多媒体的股价技术走势 也是的 看到在图表上面 就有一条直线 就是在智能家电 开始的政策真的停了之后 见到股价是一决不振的 走势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段 虽然股价跌到相对低差 但是我都建议做好风险管理 只是可能可以考虑 设计在三个半这些位置 后市如果有机会 反弹上十天线 即是四个二这些位置 我都建议可以考虑 先和股价沽出离场 好的 谢谢 不如先听听电话 刘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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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200 什么价位进去 OK 好 打算短线的 是的 好的 200 新豪国际发展 暂时来说去到13.28 跌8 想买一点 但是打算是短线的 会不会等到薄彩收入的数字来说 出之前去买一点 好一点 的确的 你说炒豪倒股的话 如果你说短炒的话 特别去到月尾 可能20日那段时间 相对地炒味会比较浓 因为每个月的月初那段时间 澳门公布完薄彩数据之后 这个板块通常都有一个炒气的迹象 因为说的薄彩数据真的表现非常之强劲 但是你说看回 现阶段短炒的话 我觉得豪倒股 都是一个值得去薄的一个板块 因为论基本因素 真是说的 是非常之强 近期来说 市场都传出有些关于洗黑钱 打击洗黑钱等等的活动 影响到豪倒股有个明显的跌幅 但我相信相关的因素 也都同样地 不会说影响到豪倒股 未来的基本因素 有个太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 现在看回2003号国际股价技术走势 都见到其实直博率都相对比较吸引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拼一拼 无妨的可以考虑在这些位置买入 但是短炒严手的止蝕价 13元这些位置 所以我觉得现价买入 将止蝕价设计在13元 目标我觉得反弹目标 可以看回20天线 15元这个位置 今天金叉中国升得不错 正在升4% 暂时升1.5元 如果这一只来说 会不会说反而直博率就难一点 如果是买的话 买200好过就是买金沙 我想你看基本因素 金沙的确相对地会比较吸引 因为始终见到金沙 在哄仔项目上面 或者一些新项目上面 见到有个很明显改善的迹象 甚至见到他们随着中档 中场的收入持续提升 这方面令到经营日利率 有个明显改善的迹象 所以你说论基本因素 金沙没错 是的确价为优成 而且你看回图表上面 见到金沙的股价之前 其实都见到有个明显 从低位反弹的迹象 由之前见底 33.5元这些位置 反弹上来 现阶段都升穿10-20天线 现阶段再去博 风险相源相对地比较大些 但我觉得 只要不再跌穿20天线 即是37元这些位置 的确可以继续向上往 所以这个其实直博率 都相对地不错 我觉得可以考虑 在这些位置 38元买入 将来指示价 37元 后市来讲 标开望50天线 39.5元 刘小姐还有其他问题 992 992 联想一部货 有的 有的 有货 是 是 多少千都有货 现在6个多 7.3 OK 好 7.3左右 好联想 6.91暂时就没有升跌 怎么算好呢 可不可以短期来回到家向 联想自己看 其实你说基本因素 现阶段 看一些营运数据等等 都没有显示 他们未来来说 销售量等等 会有大跌的迹象 我相信近期来说 表现只是随着市况反复 而有所表现疲弱的情况出现 但是 看股价技术走势 都见到 近期来说 虽然跌得不少 但是走势上 不算太过差 我觉得短线来说 比较关键的支持位 6.6这些位置 但如果你说可以持久一点 我建议指示位置设得软一点 之前的低位 6.45这些位置 只要不跌穿6.45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继续持久 至于后市来说 就要看看 能不能成功反弹上 50天线 7.2这些位置 如果能成功反弹上 7.2 突破50天线 7.2这些位置 我觉得后市来说 目标 可以进一步看好 甚至看百万的水平 好 谢谢刘小姐 多谢你电话 OK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你的详细分析 我们做新报 说的股份没有持有 是没有持有 好 先休息一会 回来另一位主持人 和大家聊天 有事想问 不妨打电话来 电话二次 204-6666 稍后再聊 OK